大家好,我是白龍,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實況 我今天要玩The Long Dark漫長的夜 然後我現在玩的版本是Alpha V183的版本 然後我今天先Demo一下這款遊戲給大家看 然後看大家喜不喜歡這款遊戲 如果喜歡的話,然後我再來拍長篇的遊戲 那這一集主要是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它有故事模式,但是現在還沒有開放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玩到的是沙河模式 然後沙河模式它有三個模式可以選擇 第一個模式是探索模式 然後它又會有很多的提示 然後主要是讓你沈浸在氣氛啊,場景優美等等 然後適合給喜歡探索的玩家 然後是比較容易生存的模式 然後有一個重點就是 野生動物它不會主動的攻擊 所以你只需要 這是人在叫嗎? 然後順帶一提,今天真的好冷喔 我覺得超適合玩這個遊戲的 OK 然後你只需要對抗飢餓跟寒冷 然後中間這個模式是旅行者模式 我自己翻譯的啦 然後你是一個探險家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但是如果你花一點時間就可以掌控制 這樣子 然後適合給喜歡挑戰生存模式的你 然後這個就是 有點像這個是 簡單 適中 那個困難的感覺 然後第三個版本是 第三個難度是最難的難度 然後它的敘述是 死亡藏在山林之間 你必須靠技巧還有毅力才能夠生存下來 每個小時都必須跟飢餓奮戰 只有強壯的人才能存活下來 然後這個模式是給比較喜歡挑戰高難度的玩家 然後這個遊玩的模式會很趨近於寫實 那我今天demo就demo中間這個難度給大家看 OK 進去吧 然後可以選男生角色或女生角色 主要是語音上面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遊戲你在玩的時候 你操作的角色會講話 那我們就選男生吧 確定 OK 然後出生的點有兩個場景 那 我自己私底下玩的時候 發現這個場景其實 這整個地圖是連在一起的 只是你可以選出生的點在哪裡 那我就玩這個 迷樣的狐 給大家看好了 從這邊出生 OK START 然後這個遊戲我覺得 比較難上手的原因是因為語言 因為它很多的操作介面全部都是用文字來代替 比較少圖像 這也是我覺得這款遊戲比較難入門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OK 我們來到這個遊戲世界了 然後 剛進來的玩家可以把這個 就是視角給調廣一點 因為我覺得 呃 很窄 其實很窄 我覺得這個遊戲 的廣宅角做得太窄了 所以玩起來的時候 如果你晃動太大的話會有點偷 然後這個 我先點開那個 視窗給大家看 OK 按TAP可以點開那個 操作介面 然後右下角有四個比較重要的數值 就是你的狀態 第一個是 疲累度 第二個是含忍值 我現在寒冷一直在飆升 因為我現在在狂風暴雪之中 然後第三個是 呃 那個飢餓度 然後第四個是那個 口渴度 等一下 我先進入室內好了 我再跟大家解釋 我找一下房子 我這樣子會動死欸 OK 前面有一個 兩艇 我們去那邊 按Shift加 基本的操作就是WASD 就跟一般一樣 然後蹲下是Ctrl 然後左下角有沒有顯示一個溫暖的符號 我只要待在這個地方 然後蹲下 我就可以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受動 好 然後右下角這個是卡路里 就是 呃 我們現在身上的 熱量有多少 那如果這個歸零的話 就很容易就會掛掉 所以基本上這個數值 到維持在1000以上 欸我的寒忍值一直升高欸 我是不是該先升點火啊 我看一下我可會生活 生活是這個按鈕 我們需要燃料 OK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找燃料咧 等一下喔 我等一下再一一介紹 我先 我先 我覺得 我不想 一開始玩就掛掉 呃 看一下喔 我們缺少了什麼東西 我們來 好 我現在順便介紹好了 這一個 第二個是找木頭 那我們都要點下去 對 這個遊戲有時間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 好 然後左下角這邊 有我的溫度的感受度 我感受現在的溫度是-13度C 超級冷的 然後這裡是空氣的溫度 然後這個是風的溫度 應該是吧 然後下面兩個是我穿的衣服 有真 讓我增加保暖程度是增加多少 然後 左下角是我生存了 總共33分鐘現場 好OK 然後上面這個我再稍微講解一下 我先 我先找點木頭 第二個這個選項是找木頭的選項 那 它需要 我記得點燃需要三個東西 一個是 呃 就是像火柴要把它起火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火種 然後第三個是燃料 燃料的話就是這兩個東西 火種就是第一個 Tinder 那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找一點燃料 我們需要 那有兩種 一種是硬木頭 一種是軟木頭 然後我們可以指定我們要找多少個 那 找越多的話 下面需要的時間就會越長 對 然後 找 呃 做這個動作需要花多少的卡路里 它都會寫在上面 然後最下面是我其他的卡路里有多少 所以我們先找個三塊 軟木頭好了 然後按 Forge 左下角 我的狀態開始減少了 那個是我的血量 完蛋了 我的血量真的77% 我完全的凍 凍僵了 等一下我們來生個火 OK 可以生了 點下去 不能在這個木頭上面生 我們要 到底下生 這個木頭上面生火的話 整個 整個 整個都會燒起來 等一下 不能在封 有封的時候不能生 欸太難了吧 欸等一下 那我要在哪裡生 有封的時候生不起來 我是不是要掛掉啦 等一下我先把這裡的東西撿一撿 OK 這裡有很多東西 有刀子 點一下滑鼠左鍵 可以撿起來 然後看它的狀態是怎麼樣 然後左鍵再點一下就是 確定要撿 這個是沒有東西 OK 這應該有一些醫療品 這個是消毒用的 然後這是 縫線 縫線是可以拿來縫補衣服 子彈 這個是 軍用的糧食 等一下 我們先往前移動好了 可是 為什麼這次這麼難啊 趕快蹲下來 等到 我們只能挖在這邊等風 雪 停了一點之後 我們在外面生活 不然的話現在是也太 太淺 我們沒辦法 沒辦法看到路 很難走到另外一個房子 哇現在真的有點慘耶 OK 好我再介紹一下好了 然後最左上這個東西是包包 然後包包裡面它會有寫 第一個是你按O的話 它會把你身上所有的東西都顯示出來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用文字來顯示的 所以 如果 英文比較差 或者是 就是 沒有 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會看不太懂 這樣子 像我就 摸索了很久才知道每個道具是什麼 然後在這邊提供一個小小的方法 就是 例如你要知道這個是什麼 你就直接按 選擇它 然後把它丟到地上 OK 然後我們看到它就會掉到地上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這個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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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 所以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一個一個 順便被學單字 這樣子 好 然後下面這個第二個選項是 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排序 第一個就是 照字母排 第二個就是 它的狀態 然後每個道具都有它的 損耗值 像 Condition就是它的損耗值 然後我來介紹這個 物品的屬性 好 第一個是重量 第二個是 它的耐久度 然後第三個是 它的功能 像這個就是衣服 它就可以加0.4的溫度 的溫度 度C的溫暖 這樣子 OK 然後這排序第三個就是 重量這樣子 好 那我就一樣是照字母排 OK 然後 呃... 上面這個 種類的話 我也來介紹一下 好了 這個是衣服 那基本上有穿起來的話 它就會寫 我後面會寫一個 Wearing 就是它正在穿著當中 然後... 然後... 衣服的狀態 是會影響到它的保暖程度的 所以如果可以把這個狀態修到最滿的話 它的效果是會最好 然後這個是... 補...補品 醫療... 醫療... 設備 醫療品 這樣子 第三個是食物 我覺得我們現在吃點食物好了 我們剛剛有拿到一個 軍用的... 糧食包 我們直接吃吧 OK 左下角顯示 哇... 它還滿多的耶 1000多卡路里 好多喔 太棒了 然後... 卡路里最多只能吃到2500 所以它應該是完全吃飽了 然後我們剛剛吃的還有剩一點點 剩380卡路里 然後... 這個是... 呃... 材料 我們剛剛有拿到... 欸...我們身上有三個... 木頭 Cedar 種類的這種木頭 然後還有一個是火種 然後... 工具有... 這些東西 剛剛有拿到一個刀 然後這個遊戲裡面最難最難的 除了... 說冷 跟那個... 飢餓以外 就是要對付野生動物 那野生動物... 動物目前的話... 我有... 我有碰過狼 狼它會在野外很長的出現 所以... 欸... 走進來一點好了 然後... 你跟狼... 你要對付狼的話 你只能... 逃跑 你沒有辦法... 跟它做任何的反擊 這個... 這個遊戲是... 拿刀沒有辦法殺它的 這很寫實 狼靠近你就是會被咬 那這個後面如果碰到狼的話 給大家... 給大家... 演示一下 然後如果要把狼趕走 有一個... 道具是這一個 這一個 Flare 我丟到地上給大家看一下 欸...不用 我... 呃... 按1 預設按1 它會拿到手上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點左鍵 按著左鍵它就會點藍 那這個是消耗型的東西 這就是信號... 信號... 棒 那這個東西可以把狼給嚇走 不過這個需要使用的技巧非常... 非常... 重... 時機非常重要 不然狼太靠近 你點這個也沒用 有點像宣誓的感覺 欸... 雪什麼時候要停啊 好冷喔 欸... 我... 我...我不會要在這邊凍死了吧 雪停我才有辦法點火 還是大家覺得我先在那邊睡個覺 再等一下好了 洗澡一下雪會停 好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這第三個東西 這個是日誌 就是... 呃... 我生存的日誌 我到了某個地點 或者是我... 我吃... 我睡覺啊 度過晚上什麼之類的 所有細節的日誌都會記... 紀錄下 有點像... 旅行手... 手雜... 那種感覺 OK 然後這一個是... 縫補 縫補我身上的衣服這樣子 不過我需要... 每個... 每個... 呃... 裝備他需要的材料不一樣 例如... 像第一個好了 這一個他就是需要... 這個是... 內褲嗎? 綿質的長... 長褲 然後... 他需要一個布 才... 才可以縫紊 那... 縫紊的話也需要 我們剛剛拿到的那個... 針線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工具 才有辦法縫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縫 OK 那這個之後如果拿到布的話 就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第五個 這一個就是... 我身上的... 狀態 我身上沒有任何傷口 但是... 我現在非常冷 然後我的... 狀態是51% 這個歸零的話 你就...歸天了 對 然後... 右邊... 有你身上所有的... 那個... 醫療品 第一個這個是... 止痛劑 第二個這個是... 抗生素 然後... 第三個這個是... 繃帶 然後... 第四個這個是... 消... 消... 消毒水 那... 分別都會用在不同的狀態 那...最常見的就是... 橄欄 要消毒傷口 然後... 要爆炸這樣子 OK... 那... 這個之後如果有碰到的話... 再給大家看一下 OK... 然後... 這一個就是生火 剛給大家看過 還沒生成功 然後... 這個是... 睡覺 我身上有... 隨身會攜帶一個睡袋 睡袋在... 這個 這個就是睡袋 然後... 我只要點這個鍵 就可以擺地上睡覺 這樣子 我現在是不是該睡覺啊 沒關係... 我先介紹完 然後... 這個就是... 分解... 道具 像我身上穿的衣服啊... 或者是任何的工具 像刀子 我也可以把它分解成碎體 這樣子 那... 這裡的介面就大概全部介紹完了 這也是我摸手了一段時間 我才... 我才知道這所有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我這樣講 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 怎麼操作了 那我覺得我來睡覺好了 真的受不了 睡覺說不定會保暖一點 睡覺說不定會保暖一點 希望不要... 在睡眠中... 就... 過世 來吧 睡個... 兩個小時 我們看一下起來 會不會雨就... 那個... 雪就停了 哇... 我覺得... 有死嗎 剩7% 欸... 雪停了對不對 趕快... 趕快出去 等一下... 我的角色超虛弱的 走路都很慢 而且... 畫面開始 現在到底有沒有辦法生啊 欸... 可以生了 趕快生 我們加燃料好了 這個... 等一下再介紹 來不及... 來不及... 我怕會死掉 喔... 好險... 趕快... 趕快去暖一下 附近應該沒有野生動物吧 喔... 好... 我們的... 凍薑到時候就會慢慢的... 回來了 好溫暖喔 然後... OK... 我們點了營火之後 它會顯示幾個功能 我們現在的視野超... 視線超模糊的 第一個是... 燃料 那它最... 最上面這個啦 最上面這個是它還剩多久的時間 現在剩53分鐘 然後我們只... 我們身上有兩塊木塊可以丟進去 把它加時間 那只要點右邊這個 OK... 它又多加了一個小時 我覺得我們需要... 需要多加 因為... 我們身上真的... 再多加好了 我剩3%血耶... 等一下... 凍薑有辦法補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 剩2%血 我覺得... 我要... 我要... 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燃了這些煙 欸... 好像有轉機耶 等一下... 我覺得我喝點水 我看我身上有沒有水可以喝 好像沒有 好... 我繼續講好了 然後... 第二格是可以煮食物 然後第三格是可以融化雪 我們融化一點雪好了 融化... 一點點... 我們融化一公升的... 的雪好了 OK... 讓它融化一下 OK... 讓它融化一下 好...OK... 然後... 融化出來的雪長成... 這個樣子 它是... 不完全的水 我們還需要把它煮廢 那... 煮廢的話... 一樣是用融化 最下面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煮... 煮沸騰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一樣把身上的... 1公升的水 拿它去煮 這個遊戲的音效跟畫面 還有整個氛圍真的做得很好 如果大家可以聽一下它的... 聲音的話真的做得還蠻不錯的 可是... 我的角色是不是有點耳聾啊 要不然主水其實有一點... 會有一點聲音的 呃... 主角摸一下耳朵 你的耳朵還在吧 不是很常拚到那種... 在雪... 雪裡面... 凍僵然後碰一下耳朵就會掉下來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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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隨便摸耳朵 這樣就好了 好...我們喝一下身上的水 然後是... 呃...可以喝了 來吧 趕快吃飽喝足 好...然後再... 有點肚子餓 我們再... 再來吃剩下的剛剛的軍用糧食 我們只能默默的待在這邊 現在...我們先... 等一下... 先回去拿那個睡袋好不好 好...睡到好像沒拿起來對不對 喔...我的角色... 移動超緩慢的 把他拿起來 我們可以睡在營火旁邊嗎 可是營火剩一個小時多 我們睡一個小時好了 怎麼樣 趕快讓主角恢復體力 來吧...一個小時起來火還在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好...睡... 如果順利的話起來應該血...血量會回一點點 喔... 欸...我被狼咬欸 結果最後不是凍僵是被狼咬死 我存活了八個小時又十三分鐘 我存活了八個小時又十三分鐘 好吧...那... 呃... 遊戲的一些系統 介紹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 這個遊戲的內容其實還蠻大的 遊戲的場景跟一些... 搜索的東西 我都還沒有介紹得很完整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繼續看這個遊戲 的... 呃... 實況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然後如果 有很多人喜歡的話 我就來拍 這一個遊戲的 呃...比較長篇的連載這樣子 好...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留下你寶貴的意見 或者是評論 然後歡迎大家到粉絲頁 按個讚 按接受通知 成為白粉的一份子 我是白龍 各位白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